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保协频道 保理医理 我是今日主持 Winneslow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精神专科 林郑医生为我们讲解精神健康的问题 林医生可否与我们讲解 如果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 你怎样看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是一个特定的定义 其实健康很多人都认为是身体上的情况 但其实还有精神上和社会适应的层面 如果我们需要完全健康的状态 这三个部份才有身体健康 如果没有精神疾病 是否就等于很健康 又不是这样说 因为我们首先要明白两个定义 包括精神疾病和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我们可能另一个 也可以解读为心理健康 因为大家都可能是一个 mental health的翻译 那你可否简单介绍一下 究竟什么是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也叫mental illness 我们可以分开不同的年纪 去分类看一看精神疾病 如果儿童及青少年方面 我们有几个常见的精神科疾病 包括专注力不足和过度活跃症 另一个就是自闭症普系 这个也是另一个常见的精神科 青少年的疾病 另一个就是饮食失调 包括厌食症、暴食症 还有青少年也有很多 青少年的男子女 都有些情绪问题 例如青少年的抑鬱症 至于大人方面 我们主要分开两大类 一个就是常见的精神科疾病 包括焦虑症、抑鬱症 另一个就是严重的精神科疾病 包括思觉失调 思觉失调可以再细分为 精神分裂、躁狂抑鬱症 或者妄想症等等 另一方面 老人家方面 他们都有一个常见的精神科 这个现象就是脑退化症 或者叫做认知障碍症 如果以前就叫做老人痴癌 林医生 其实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 他们的定义又如何细分得到 也是 根据世卫组织指出 心理健康其实不是指一个人 没有精神心理疾病 刚才我们说过一些 但其实应该同时间 在你的心理状况 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如果能够应付日常生活的压力 和需求 和身边的人际关系都很和谐 才可以维持一个 叫做心理健康的情况 心理健康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其实每个人的心理健康 都会随着身边的环境 或者压力去改变 所以换言之 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事物 会有不停的变化 可能有不同的压力出现 那我们也会影响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 即是说可能有时 一些冲击出现了 可能家人离世 或者失戀 或者突然被老板 都会影响到这些情绪问题 是的 要看如果是一些心理健康很好的人 可能会面对到这个压力 但如果同时间 刚才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失业 失戀 失学 各方面 其实如果压力太大 它会出一些情绪病 常见的就是抑郁症 嗯嗯嗯嗯 你刚才说的 健康的人可能过得到 但是否会有一些 特定的岁数的人 会有不同的呢 当然 大家的承受能力 会不同 除了个人方面 也要看他身边的家人支持 贫辈 另一方面 要看他如何处理压力 林医生 你自己的专业 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提升我们 或者令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可以更加好 其实这个就是预防性于治疗 其实如果我们心理健康做得好 其实真的可以减少心理疾病的出现 嗯 我会觉得个人层面方面 我们可能如说 我们可以作息定时 这样 除了之外 我们亦都希望大家 可能尽量不要接触烟 酒 或者一些药物滥用 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大家的 精神状况 情绪 有正面的思维 这样 我们还有身边的人际关系 如果有很好的支持 贫辈 家庭 一定是会帮到你精神健康的 是 另一方面 我们都可以是 去解决压力的来源 如果我们找到不同的方法 去处理身边面对的压力 都会减少精神疾病的出现 但当真的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是否都需要应该寻求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帮助 去作出一些评估呢? 会更加容易知道 究竟我们现在的心理健康是否 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都很值得去谈一谈 因为很多不同的人士 可能很多大众都想知道 究竟我自己是否有精神科问题 精神疾患 这样 其实有 可能你会有时都见到很多的问卷 很简单 叫做screening tools 是 那里有很多题目 可能不同的精神疾病 会有不同的问卷 有时可以做到一些分数 如果发觉自己比较高分 或者已经有好问卷出来 建议你都可能像某些精神科疾患 这些时间 我觉得你应该及早去找专业人士去评估 再拿一个意见 这几年新冠肺炎这件事 都令到大众市民可能面对了一种压力 其实可不可以用新冠肺炎这个疫情里面 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 这两个概念 好的 同样地 新冠疫情真的带来了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不确定性 又会突然上网课 在家里工作 大家可能学童不能回到学校 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都要一起经历了 突然有很多限制 所以大家会少了社交接触 亦会少了支援 我们要看每个人的精神健康状态 如果对一些本身精神健康好 心理健康稳定的人 对疫情的打击是比较少的 因为他们会比较 适应能力强些 懂得应变 会处理面前的压力 但若果当有同时间 新冠疫情增加了精神疾患的情况 但在香港现阶段 其实精神专科这个题目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我只是情绪不太好 我觉得自己只是不开心 不需要看医生 在医生自己的角度 其实我们是否要去到很严重 才应该去求诊 刚才你已经说得很好 你说不开心 究竟是否等于精神疾病 你可能觉得未必是 但当你不开心 持续一段长时间 例如不开心超过两个星期 经常哭哭哭哭哭 无缘无故地哭泣 其实患有抑郁症的机会是高了 但当然我们不能说 一个人经常哭哭哭 因为有抑郁情绪 但未必等于抑郁症 所以如果持续不开心 影响了 例如回不了学 回不了工 其实患有抑郁症的机会就高了 当然各个病都是因人而异 有严重程度会不同 如果你问我 其实当开始觉得怀疑 应该早点去评估会好一点 因为病向前中医 你越早求医 一定会早发现问题 然后会早解决 也会简单很多 如果当你的情况迟了去确诊 其实会多了很多问题 但其实很多时候 香港今日的朋友都会觉得 我未那么严重 我不用去看 如果你是医生 你会怎样建议 如果当我看到我家人 他都是持续不定时的不开心 那我们怎样去鼓励他们去求诊 会更加容易呢? 首先我觉得很重要的方法就是 大家对精神健康 或者心理健康 和精神疾病 多些认识 如果大家越多认识 就会发觉 原来这件事是很常见的 保骗了 是一些很大件的事 大家多了认识 就会觉得病适感又会强了 会求疑的机会就高了 另一方面 有时我们的精神疾病的患者 真的在病发的时候 他们真的可能 骨汁太厉害 很累很累 即是连街都不想出 不想去看医生 也会有时他们 或者真的太过负面 可能会影响了他们做个决定 对 他们什么都不想做 可能选择一个决定 每个决定都不选择一个不好的 就是不去看医生的决定 所以我们有时都会建议 家人如果真的 首先要发现 如果发现 大家都可以多些关心 以及可以劝语患者 陪同他一起去见一见医生做评估 评估 可能最后医生都说你没事 不一定等于精神疾病 最好找医生说你没事 便很安心 家人是安心自己是安心 所以今天 林医生都给了很多 关于精神健康的知识给我们 未来的三集 我们就会说到 儿童青少年 然后我们会有成人 和老年人的一些精神问题 所以今天大家 在林医生身上 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 保协频道保理医理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保协会员部主席 Theresa 今年会员部为大家 准备了很多不同的活动 包括有CPD 会员专题讲座 每一次的专题讲座 我们得到的feedback 同业都赞不绝口 觉得获益良多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福利 包括一切日常生活 喜居饮食 入友 身体检查 临临种种 应有尽有的优惠 那些优惠和福利 绝对多过 我们那少少的会员费用 另外还有不同的奖项 可以来到去参加 新入职的同事 可以参加新升奖 有几年经验的 可以参加 杰出财务插华师大赛 还有就是 却越诚信顾问大奖 大家要留意奖项 希望申请截止日期 看影片的朋友 如果还未成为 我们的保协会员 可以登入这个网址 来登记 详细的资料 可以看看下面的info box 多谢大家